1月2日首都圈內一刀三軟的姿勢 共同對日本中央政府發出呼籲 希望中央能採取更進一步的防疫手段 並呼籲中央發布緊急事態宣言 4日東京的車站、神社和街頭 可以看到大部分民眾都戴著口罩 雖然政府希望民眾盡量避免不必要的外出 但在神社、寺廟依然可以看到很多參拜的遊客 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統計 日本的中共病毒確診患者 目前累計達到246,377人 死亡人數累計達到3,429人 民眾盡量避免不必無助 安全的支持者 民眾盡量避免不必要的 以為 原理論 台詞